雙打也同樣有台灣隊 所以希望兩邊都能夠順利把冠軍的留下來 駕駛的雙手 駕駛的小丁 駕駛的雙手 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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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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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由 鄭朴璇跟 那個黃瑜傑 他們也是十五歲的青少女國手 他們是十五歲的 張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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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先發球,一個大膽的用反手滑,滑正手 好球,擺一個轉圈,有點高 目前15,3比1 這個球先綁住就可以了,不用那麼兇 好球,對方發的比較高一些,桶圓傑過來用敏的,我們分 6比2 台灣小將暫時領先 其實比賽的節奏也算是非常好 好球 陳普瑄,拉球15 哇,好球 了 想像這樣白暖一個就是 南北的 느� cream 西加坡小將直接,第一時間快調 哇,有點猶豫了 會北的 好球 哇 好球 連續兩個發球想攻得分 好球 球球沒有注意到對方拉正手 其實有時候球速這麼快的時候 先貼一板過去 因為雙打的部分不像單打一樣可以自己打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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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到人家手上人家第一時間就把他快壓壓過來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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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擺個太高 11比8 最後第一局是由新加坡隊的選手拿下 好球 所以我們的台灣小翔第二局要趕快調整回來啦 因為前面一開始的時候都是我們領先的比較多 你正反手起多一點 你不用擔心會不會進來 你還是要起 如果你要過度要批正手 他一定不好擋 對不對 你知道他要批正手嗎 所以一定要知道在做這個戰術 要不要不要 好不好 你都盡量就過度擺著在中路 反手都沒辦法 他反手一定可以打得多 你接下一板會比較好打 這樣好不好 那你發球出桌怎麼辦 可以再退角落一點 退在角落那邊發就好 那你也是啊 你在角落發會比較 他比較好攻 好不好 這樣 我們第二局比賽開始 在接發球的時候 他就腳沒有站穩 所以有點邊移動邊接的感覺 有點影響到了 好像看他們表情好像有點虛虛的 要有信心啊 兩比二 二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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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膽的用他的顆粒調起來 哎唷 還好 連續兩盒大膽果斷的 側身過來用反手挑 三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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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坡選手挑過去的時候 正不選用他的顆粒 壓一把 球數 球相當的飄啊 四比八 上一個接發球都是用調的 這一個接發球做改變 切一個反手位長球 好球 這個 球點太慢了 不然 前面幾個來回 大家反應都非常快 而且正不選在 反手彈擊那個相當的漂亮 好球 來到了十比五 十一比五 第二局由中華隊拿下 目前局數比形成了一比一 來看一下教練的戰術 有領先一些分秀就不用急著去衝他好不好 不用急著去衝 你可以正反手起 不用刻意每個都側身 因為他一邊可以去跟 他刻意跟他們沒辦法上手 有機會我們再上手 不要領先的 硬硬要打那個不好打的 好不好 他還有接發球 你看你接中路跟反手 他是比較好上手 那就一直這樣子 除非他們已經有注意了 我們再去變 再突然去變一個正手的感覺 這樣好不好 你騎反機騎一點 讓他可以過多一板就好 來加油 那個教練戰術的很明確 對 而且講況起來非常的溫柔 對 其實他也有在用那種問答式的教學 對 而且這個黃明靜教練也是黃怡傑的爸爸 現在都是桌球世家就對了 對 青出於籃 好球 我們台灣小將還是要 好球 注意一下對方批場 人員速度還是要再稍微快一點 這個暫時我們明確地要划一個大角度的正手位 啊 剛剛那個還有救到 不過兩個要趕快調整回來 4比1落後 1 1 2 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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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揭發球的弱點要稍微注意一下 直接拎起來 拎到對方的反手 其實在這兩局看下來之後 我們在揭發球的時候 黃宇傑可以多加用拎的 來揭發球 你過去的時候 新加坡隊他不會用側身來做攻擊 新加坡他用反手來做回擊的時候 政府屈就可以準備正所謂上手 但時間比較成癒 好球 哇這來回球 你看 我喜歡用他顆粒的打過去 那個球相當的賺 那種會帶一點下選的成分 是 好球 好球 有的時候 可能要力量稍微收一點起來 出發球 比數漸漸的追上來了 來到了5比8 敗的空球 新加坡隊挑十五 6比8 看那個黃玉傑會不會用 側身過來用擰的呢 哇 剛好擰在人家手上啊 不過他這個戰術是對的 只是擰到人家的手上 他應該反手擰一點 是對的 剛好被人家 被新加坡隊的選手直接刪過來啊 哇 緊到 那就是了 比數來到了6比10 還變一個上拳發球 對 8比10 連接了很多分喔 不過 這兩個揭發球也很重要 對 哇 相當的賺 比數11比8 第三局由新加坡隊拿下 現在局數戰成了2比1 中華隊落後一局 對 你如果怕太開的話 你往中間打 也比較好打 好不好 因為接發球其實幾乎都是這樣的方式 你會比較好 然後結合起來 他的打法 可能就會比較 流暢一點 那當然 你接發球如果判斷不對 你這樣的打法全部都沒辦法 執行的話就不好比賽啦 好不好 其實他們有沒有 他們其實是怕慢 你盡量不用打那麼快 就打 賺就好 先賺 然後你來再找個機會上手 這樣就好 好不好 不用記得跟他拚啦 你先穩就好 你就這樣好嗎 好的 你正方 你不用側身高 你兩邊跟他騎 好不好 你就起板比他們快 然後穩就好 會賺這樣就好 好不好 那你要跟上就好 好 加油 教練真的是非常的慈祥喔 剛剛教練給他們的關鍵就是 戰術 還是要堅定 而且叫黃玉潔就是 兩邊起就可以了 到 好球 這個新加坡隊的小將也是直接彈下去啊 不過這個重心已經被破壞掉了 還可以彈到這麼快 好球 對黃玉潔的揭發球 就是要這樣大膽的去擰 擰到對方的反手就好 不要擰到正手 然後再讓鄭卜選做下一板的攻擊 好球 球 對我們自己台灣小將也是要多加齊版啊 好球喔 大膽的做進攻 要注意一下 5比2台灣腳像領先 好球喔 這個 其實可以先 貼一板之後 讓黃英傑下一板做進攻就可以了 不用那麼兇的急著想要做反拉 好球喔 這個 鄭補璇要稍微調試一下 反手先 推輕輕的先 帶起來就好 不用急著發力 好球喔 好球喔 跟新加坡追平了喔 下比數來到了5比5 然後稍微放慢一點 心情要自己調適一下 現在有點猶豫了 追過去囉 5比6 兩個小江要稍微溝通一下 好球喔 好球喔 教練要不要叫個暫停 暫停我們來替一下教練的 看要給下達什麼戰術 謝謝 沒有必要每個都到那個時間 你現在連鎮守起板 你記得喔 也不要拉原本那個時間 你換個節奏 讓他去根本 你硬衝也沒有 你拉那個高度 人家回來球 你們兩個根本跑不夠 除非你的落點要更 因為你落點都是固定在那邊 你跟他們沒關係 你就好拉就好 你就正常拉 但是節奏換一下 好不好 不會輸啦 你只要改一下節奏 他們其實沒那麼 但是你們的發球 發給他們證 他們挑哪一版 你要注意一下 我們發的球是怎樣 到底要辦出台嗎 對不對 當然賺跟不賺 你們兩個知道就好 只要兩個結合得起來就好 好不好 注意那一顆發球 因為他一跳一定拚你 你正手也可以拚他了 可以嗎 起步一樣 要全部都反手 正手也可以一起 好不好 現在我們的黃明津教練 與小江的指示就是 叫鄭博全如果要上手的時候 叫他球頂可能要做一些改變 比較同一個節奏 然後 黃明津教的上手的時候 就可以大膽一點去拚了 而且教練對他們有信心 對 高 成功 成功 滿手快帶 六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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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自己 不要亂掉啊 對 然後是以這些板球的 重心沒有踩穩 好手 好手 你看看新加坡隊選手 拉過去的時候 正不全反過來的時候 相當的慢相當的飄啊 六比七 要有機會 有機會 殺球 比數來到了十比七 新加坡的賽末點 也是決勝點 十一比七 新加坡選手 拿下了第三 第四局 比數三比一 恭喜新加坡選手 獲得本屆 女子十五歲級的雙打冠軍 我們稍坐休息 馬上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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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